大飛安天 現在西方國家步步進逼 在二十大之前 其實就是已經作出一個軍事挑釁 希望中國會不會出錯 尤其是在台海來說 剛剛好 美國的第七艦隊和加拿大兩艘戰艦 一起穿過台灣海峽 這個就是告訴中共 這個並不是你的內海 其實他們做很多事情 都是在挑釁中國的底線 當然中國的底線是移動的 因為習近平在二十大不能夠連任 當然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要去到明年的三月 但是步步地進逼 用台灣這件事去挑戰中國 不單止是這樣 韓國海軍在一份聲明中說 列根航空母艦戰鬥群 將在今個星期五 抵達韓國東南部海軍基地參加兩國聯合軍演 展示韓美聯盟共同保障朝鮮半島和平穩定和堅定決心 韓國國防部更加支出 這個是自2017年以來的首次 有美國航母參加在朝鮮半島附近海域舉行的聯合軍演 南韓最多的當然就是陸軍 而美國駐韓國的陸軍 也都是整個印太地區最多 號稱接近兩萬八千名 因為他們最主要就是預防的就是北韓的戰爭 所以陸軍最強 一般來說海軍空軍就會擺在日本沖繩 這個就是他們的戰略做法 今時今日要對付中國 你就看到是這樣 不單是口頭的挑釁也是 美國國防部直接說現在中國的戰艦的實力已經直逼美國 以數量來說也都已經超越了美國 造成了台灣的威脅 而另外一份報告也都說 現在中國並不具備武統台灣 但是習近平主席 他定的策略就是2027年 即是說他連任這一期的最後階段的時候 他要求整個中國的國防都有武統台灣的實力 這篇報道其實就是挑釁你還沒得的 這個當然不是中國說 你還沒得的 你是預算2027年 跟你定了一個計劃 接著給這種壓力的中共 如果中共頂不住 真是發動這個戰爭的話 這樣西方國家就正中下懷 因為他們已經知道俄羅斯必敗 而俄羅斯在倒數當中 接著他們就集中火力 在台灣上去挺台灣 所以你看到有美國的政策法 也都有歐洲對台的政策發出台 兩個步步進逼 就是無非將台灣證明化 其實現在台灣變成了台獨已經走出中國的魔掌 或者陰影底下 還有一步之遙 現在他就在看你習近平怎麼做 更重要的就是習近平連任之前 給壓力中共 如果中共想消解這個壓力的話 只有一個做法 就是去習近平化 這個就是西方國家想做這些事情 他們不停在做一種聲勢 就是你們要回歸之前這樣 你們要回歸正常 你要跟國際共融 你要在胡溫時代 或者在江澤民時代 如果不是的話 無論是外交 國防 軍事 經濟上高 都打擊你 事實上你看到拜登 臨去英女王葬禮之前 他已經說了 如果你中國 夠膽支援俄羅斯 我們美國企業 即時撤出 不跟你玩 等你外貿 想說拖延 令到世界工廠不是一下子滑落都不行 拜登 連經濟都可以在這個時候 跟你倒譜大 你就看到一個 之前想後 反來覆去的拜登 現在對於中國的內心 已經去到盡頭了 所以他也都在他這次的演講那裡 他講明了一件事 就是說跟習近平講了 你千萬不要動手 也都講明了 不要支援俄羅斯 無論是台海 還是俄羅斯 你習近平 跟我站頂頂 至於習近平會不會站頂頂 會不會聽你說 那就難說了 但是這一種都是在壓抑中國 他試圖令到習近平的反彈 然後真真正正大家困一下的時候 令到習近平連任之路出現變數 現在做任何事情 未來一個月 都是看著二十大來做 節目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Share 訂閱 波金 看廣告 可以說加入會員和比賽 代表我Tina 需要大家的支持 拜拜